熊出墨大家都知道吧 但是熊出墨版和平记忆你肯定没听过 我差点还有这玩意 于是我的小脑瓜子马上浮现了这样的画面 结果蓝某人发现了这款游戏 熊出墨之吃鸡大战 熊大更是悲伤的98k 好家伙 我想想这满地图熊大光头墙的手持枪械 割得疯狂对称我就想笑 给我这个吧 真的是很调皮 我寻思这光头墙可能危险人了 为什么呢 好家伙盯着这大灯泡在绝地找上 可能不当把子吗 当我下载好游戏 准备开始一把熊出墨吃鸡 熊出墨吃鸡没了 给我来了个熊出墨丛林大战 二 这玩意你跟我说是熊出墨吃鸡 这游戏作者之前他没有的搞电信诈骗的吧 就这三个吉祥三宝还吃鸡呢 刚开始游戏 我吃鸡没吃到 先招呼了四个礼貌 下到一分钱 上到29元 非常的接地气 你要问我29块钱能买到啥 无主道具 给我整笑了 求得骂在 等一下啊 除了初始的熊二十个免费角色外 其他全部要钱啊 光头墙宝箱六块钱 熊大宝箱十块钱 当然一般游戏都会有个压箱底的终极角色 这个游戏啊 也有 钢铁光头墙 钢铁侠光头墙限定皮肤 这多死我没想到我 这堂尼看到这玩意 我寻思得是这么一个画面 你先寻寻 你上啊 西亚赛季你来演 但是角色 好家伙还真在熊出墨动画中出现过啊 动画里叫这铁锅下 游戏里整成钢铁下 可真不错 开始游戏就更精彩了 这过场C剧 光头墙他喵的直接黑化 紧接着就变成熊二打飞机 给我整蒙圈了 这玩意叫子弹 就他喵的离谱 画的跟棒棒糖吃了 玩的游戏我寻思太压了 还需要用手 我直接自断双臂 阿丑目看到都得直呼内行 好啦这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给他们的点博关注哦